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天分享糖饼的做法 准备热水130毫升 面粉200克倒入碗中 然后将热水慢慢的倒入面粉中 边倒边用筷子搅拌 面絮不烫手时揉成面团 一开始面团揉的不是很光滑,可以不用揉 先盖上盖子,静置5分钟 另取一个碗,加入两勺红糖 一勺面粉 一勺白芝麻,搅拌均匀,备用 5分钟之后取出面团 在菜板上揉面 很快就可以揉成光滑的面团 像这种比较偏软的面团就可以了 然后在菜板上撒上干面粉 将面团慢慢的擀开 擀成大薄片 要正反面均匀地擀才可以 期间要撒上干面粉 避免粘连 擀成这种厚度的就可以了 在擀好的面片上倒上适量的食用油 再将面片的上面部分往中间对折 然后打开 左右两边也是往中间对折 然后再打开 这样可以让油沾满整个面片 很是方便 再将面片从一头卷起 再平均分成同等分的小剂子 取其中一个小剂子 将两端的封口捏紧 在中间对折 团出一个圆 再稍微整一下就可以了 取出做好的面剂 用擀面杖慢慢地擀开 擀成包子皮大小的面皮 这样的就可以了 然后在面皮上放上一勺 红糖馅料 捏住四边将封口收紧 也可以用包包子的方法包起来 避免红糖的馅料流出来 放在菜板上 整理出圆形就可以了 再将包好的圆形饼坯慢慢地擀开 芝麻红糖饼坯就做好了 平底锅预热 刷上一层食用油 放入我们做好的红糖饼坯 小火慢烙一到两分钟 饼坯略微鼓起时就可以翻面了 翻面后同样是小火慢烙一到两分钟 用锅铲轻轻按压 感觉到饼里有鼓鼓的气体 证明就熟了 就可以盛出来 我们的芝麻红糖饼就做好了 用热水揉面做出来的饼皮非常地鲜软 红糖中添加了面粉 可以防止红糖预热流出 中间还添加了白芝麻 甜而不腻 非常地好吃 我是小美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击订阅小铃铛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